中山高中创校62周年 市長謝國良受邀出席 鼓勵學子們積極參與市政府推動的國際課程 這是一個好的國際學習 希望能夠增加大家的學習歷程 所以今年不但是成功開辦 明年我們也會繼續開辦 伯克萊第二期的一個學習 另外我在明年度也希望 能夠再增加一所社會科學類的 優秀的美國大學的課程 針對日前宣布邀請前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擔任政策宣導大使 外界有不同聲音 市長謝國良親自說明 外界對他也有一些誤解 他那個是整個他的團隊 跟做出來的結果的整個合作案 勞務採購 然後大家就是要把他講成說他是他的月行 我覺得對他這樣不盡公平 重點就是我們相信 寶貞是有宣傳基隆的能力的 這個週末他就要來為我們的街舞大賽來宣傳 下週我們也預計希望推出一個新的政策 這個跟富佑也有關 所以我相信保證會是一個好的基隆的一個宣傳代言的平台 同樣的有市議員質疑城市代言人安心亞出席金融活動率低 市長謝國良強調 科目預算是一整年的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宣傳內容 代言的部分我們是一整年在進行 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這個代言已經在公車廣告上面 在客運廣告上面 1200萬絕對不是只有給安心亞一個代言的藝人 所以我想這樣講對這些藝人都是不公平的 我們政治圈在做口水跟工法都沒有關係 但請不要牽扯到這個無謂的圈外人 我覺得這樣子對他們來說是很不適合的一件事情 記者黃少民記錄報導